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地狱,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以太坊和以太币。 还有一些朋友在谈论区块链,比特币,以太坊,还有以太币的时候,分不清楚它们的区别。 在看完今天的完全科普,你一定就能轻轻松松地区分它们,并且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 内容比较多,我们会为大家分成八个小章节来介绍。 你可以操作屏幕下方的进度条,来选择观看自己更感兴趣或者不太熟悉的部分。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第一章,什么是以太坊? 以太坊是一个为去中心化应用程序而生的全球开源平台。 以太坊的概念,首次在2013年至2014年间,由程序员维塔利克·布特林受比特币启发后提出。 以太坊的意思就是下一代加密货币与去中心化应用平台。 在2014年通过ICO众筹开始得以发展,2015年正式上线。 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块链平台,以太坊可以让任何人都能够创建和使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所谓区块链,它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区块链是目前世界上被造出的最强大的账本。 它能够确保数据被精确地记录下来,任何有异常的数据都会被立刻发现,随之拒绝录入。 所有在区块中的信息都是透明的,记录储存在位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台电脑里,不给任何人篡改的机会。 总结下来就是,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透明性和不可篡改的三大特性。 去中心化特点意味着储存在区块链中的数据不是单一的存在于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企业、团体或个人的数据库中,而是分散储存于无数个节点中。 数据库中的节点越多,信息就越不可能被篡改,每一条信息都是由大家共同管理。 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私自删除或篡改,储存在区块链中的信息。 区块链的透明性大大的提高了人们对数据的监管。 假如政府机关和慈善组织能够用区块链来管理大家的税款或善款, 我们就能够在网上公开透明地看到每一条款项的去处,进行对政府和其他组织的监管。 至于不可篡改性,区块链的基础逻辑就是通过在数字文档上加盖时间戳, 来防止文档被篡改。 所以说不可篡改是区块链最早也是最基础的一个特性。 在我们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的时候, 数字化的交易记录是我们财产流向的唯一证明。 因而只有交易记录真实可靠,无法篡改,才能确保我们的财产安全。 好了,现在你已经了解了区块链的一些基础内容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区块链和以太坊的关系。 比特币是一种加密货币,使用比特币你可以用来交易, 也可以作为投资产品等待比特币在未来价值的提升。 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科技, 而以太坊用它的创始人布特林的话来说, 就是一项将比特币中的一些技术和概念运用于计算领域的创新。 作为一个开源平台,没有人控制或拥有以太坊, 它是一个由全世界许多人所共同创建的开源项目。 以太坊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块链社区, 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编写代码,管理数字资产,运行程序, 或者仅仅是休闲娱乐。 由于也具有区中心化的特性, 人们在以太坊上面开发的应用程序被称为区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或者简称Deps。 Deps基于加密货币与区块链技术, 因而非常值得信任。 Deps一旦被上传到以太坊, 它们将始终按照编好的程序运行。 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控制数字资产, 以便创造新的金融应用。 当然这些金融应用也都是去中心化的, 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实体或者个人可以控制它们。 这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 不依靠传统中心化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应用, 简称DeFi。 DeFi致力于我们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加的透明, 更加可信。 第二章,以太币。 以太币和以太坊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 但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和其他区块链一样, 以太坊也拥有原生加密货币, 也就是以太币Eater。 作为一种数字货币, 以太币和比特币有许多相同的功能。 它是一种纯数字货币, 可以及时发送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也可以作为价值储存和抵押品。 以太币的供应不受任何政府或组织控制, 它是去中心化的。 不过以太币创造出来的目的和比特币完全不同。 比特币是随着金融危机应用而生, 比特币的问世是人们对法币和其背后的发行机构 逐渐失去信任的结果, 因而它具有成为一股流通货币的属性。 因为不稳定的价格和良好的抗通胀属性, 比特币作为避险类理财产品被称为是黄金2.0。 而以太币的诞生则是为了给以太坊的运作提供动力。 所以如果说比特币是黄金2.0, 以太币更像是石油2.0, 它是社区发展离不开的能源。 以太币被用来激励人们在以太坊上维护数据, 任何人想要在以太坊上开发应用程序, 都需要支付以太币来支撑应用程序的运营。 以太币和比特币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区别, 就是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以太币没有数量上限。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更为稀缺, 因而投资价值要大于以太币。 第三章,以太坊Gas燃料和交易手续费。 Gas原本的意思就是燃料, 这形象地比喻了以太坊的交易手续费计算模式。 不同于比特币中, 直接支付比特币作为转账手续费。 以太坊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网络, 当你发送token,执行合同,转移以太币或者在此区块上做其他的事情, 计算机在处理这笔交易时需要进行计算消耗网络资源, 这样你必须支付燃料费, 购买燃料才能让计算机为你工作。 最终燃料费作为手续费支付给矿工。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交易成功与否, 你都需要为此支付燃料费。 这是因为即使交易失败, 矿工依旧为此交易进行校验和计算, 消耗了资源。 不仅如此, 你也无法在钱包中直接设置支付多少燃料费, 因为实际燃料费是矿工根据计算得出的, 并记录在包含此交易的区块中。 为了避免合约中的错误引起不可预计的燃料消耗, 用户需要在发送交易时设定允许消耗的燃料上限, 即gas limit。 这样不管合约是否良好, 最坏情况也只是消耗gas limit限制的燃料。 以太币并不是无限可分的, 以太币的最小单位是Way, Way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 1以太币等于10的18次方位。 除了基本单位Way, 为了使用方便, 以太坊还有其他的单位, 它们的关系如下, K-Way等于10的3次方位, M-Way等于10的6次方位, G-Way等于10的9次方位, MicroEat等于10的12次方位, M-Way等于10的15次方位, Eat等于10的18次方位。 计算Gas价格时一般使用G-Way, 而在以太坊代码开发中, 使用最基本的单位Way, Gas其实包含两个概念, Gas Used和Gas Price, 你可以把Gas Used看成是汽车所需多少升燃油, 把Gas Price看成是燃油单价。 举个例子, 对于汽车如果每升汽油6.46元, 6.46在这里就是Gas Price, 那么10升汽油就是64.6元。 对于以太坊, 如果每Gas是20机位, 在这里20机位是Gas Price, 那么21000个Gas就是20乘以21000机位, 等于42万机位, 等于0.00042Eater, 也就是说本次交易手续为0.00042Eater。 以太坊有专门的虚拟机处理交易, 虚拟机根据交易中确定的一个一个的操作指令进行逐个处理, 而每个操作指令都有明文规定的Gas消耗量, 最终把消耗总量累积起来, 交易执行完成时, 虚拟机将反馈总消耗Gas量, 称之为Gas Used, 而用户所需支付的手续费为Gas Price乘以Gas Used。 第四章, 以太坊社区是如何运行的? 以太坊中包含了很多比特币用户非常熟悉的特性和技术, 同时它也引入了很多的修改和创新。 如果我们把以太坊社区分为简单的三层, 最底层的那一层就是以太坊区块链。 以太坊区块链的结构和比特币系统非常相似, 区块链的整个交易历史都是共享的, 网络上所有节点都可以保存一份交易历史记录的副本。 以太坊的节点除了存储所有以太坊的交易信息外, 还会存储所有智能合约的最新状态。 这就是以太坊社区的第二层, 智能合约。 区别于比特币, 以太坊引入了智能合约的概念。 智能合约不是真正的合约, 也不特别智能, 它们只是一些可以运行在区块链上的代码, 或者说是计算机逻辑运算。 在以太坊上, 你拥有用户账户, 你还有智能合约账户, 一个用户账户包括一个地址, 它类似于你的银行账号, 这一点和比特币是一样的, 还包括余额, 也就是你还剩多少钱。 你的智能合约账户则除了包括一个地址和余额, 还包含一个状态, 还有代码。 在智能合约账户里, 地址和普通账户的地址是一样的, 它是该账户的唯一识别服务。 余额和普通账户也是一样的概念, 只不过智能合约上的余额意味着代码可以拥有金钱。 智能合约的代码是编译好的字节代码, 以太坊客户机和节点可以在上面运行。 接下来是以太坊的第三层, 去中心化的应用平台。 以太坊的最初设计目标是建立一个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 它和比特币区块链的最大不同是, 它包括了一个图灵完备的编程语言。 利用Solidity, 我们可以在以太坊上更方便地编写智能合约。 以太坊也提供了一个代码运行环境, 以太坊虚拟机。 有了这些, 大家就可以开发去中心化应用了。 在以太坊白皮书中, 布特林认为在以太坊上可以开发三大类应用。 第一类, 金融应用。 用来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方法, 用他们的钱去管理和参与合约。 这些应用包括紫货币, 金融衍生品, 对冲合约, 储蓄钱包, 遗嘱, 甚至雇佣合约。 第二类, 半金融应用。 在这里有钱的存在, 但非金钱的方面所占的比例也很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为了解决计算问题而设的自动执行的悬赏。 第三类是非金融应用, 比如在线投票和去中心化治理等。 第五章, 什么是ERC20代币标准? 在以太坊中, token也就是代币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 既然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功能,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标准来处理。 这就是ERC20的作用所在。 ERC20就是针对这些发布的代币制定的一个固定的基础的标准原则。 标准化非常有利, 也就意味着这些资产可以用于不同的平台和项目, 否则只能用在特定的场合。 在以太坊上, 代币使用相同的标准, 这样代币之间的兑换和Depth支持就会变得容易。 ERC20标准规定了各个代币的基本功能, 非常方便第三方使用。 在开发人员的编程下, 5分钟就可以发行一个ERC20代币, 因为它可以快速发币, 而且使用又方便, 因此空投币和空气币基本上就是利用ERC20标准开发的。 基于ERC20标准开发的同种代币价值都是相同的, 它们可以进行互换。 ERC20代币就类似于我们的纸币, 你的100元和我的100元是没有区别的, 价值都是100元, 并且这两张100元可以进行互换。 ERC20代币能兼容以太坊钱包, 也就是说以太坊的钱包地址可以接收所有的ERC20代币。 因此ERC20代币能被交易所整合, 立即进行交易, ERC20代币的出现大幅降低了代币发行门槛。 只要复制网上的标准代码, 一个不懂编程的人也能在几分钟内发行出一种新的代币。 这一代币也催生了2017年的ICO热潮,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比特币牛市。 接下来的第六章, 我们就来讲讲ICO。 第六章, 什么是ICO? ICO是Initial Coin Offering的缩写, 中文含义就是首次币发行, 可以说是copy了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概念。 ICO是募集比特币或以太币等通用数字货币的行为, 是一种为加密数字货币或者是区块链项目筹措资金的常用方式。 早期参与者可以从中获得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作为回报。 由于代币具有市场价值, 可以兑换成法币, 从而支持项目的开发成本。 ICO所发行的代币可以基于不同的区块链, 常见的是基于以太坊ETH和比特股BTS区块链发行, 由区块链提供记账服务和价值共识, 实现全球发行和流通。 ICO参与者对于一个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 他们会在社区里为该区块链项目进行宣传, 使它产生的代币在开始交易前就获得流动性。 但ICO的参与者最看重的依然是由项目发展或代币发行后价格升值带来的潜在收益。 ICO与IPO非常相似, 都有通过出售股份来筹措资金, 都有潜在投资者为了潜在的巨大收益而冒险参与。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ICO的大部分支持者是项目爱好者或不专业的投资者。 其次就是ICO不需要注册经营牌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ICO平台是第三方中立平台, 投资者,自担风险。 这也意味着ICO的监管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你也许压重的是黑科技, 但更有可能的是不明不白就被人割了韭菜。 2013年至2014年间, 出现过许多疯狂的区块链项目成功地启动了ICO, 他们的代币价格都出现过疯涨, 无幸的是这些ICO项目最后大都死在炒作过程中, 或者直接成为骗局。 当然在这段时间, 也有十分成功的ICO项目, 那就是以太坊。 2014年7月, 以太坊ETH筹措资金超过1800万美元,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ICO之一。 第七章, 什么是以太坊2.0? 以太坊2.0是以太坊的计划替代方案, 在2020年12月顺利上线, 以太坊2.0也称为ETH2或宁静, 是以太坊区块链的下一次重大升级。 以太坊的发展轨迹是很早就定好了的, 四步走的战略方针为前沿、 家园、 大都会 还有第四步 宁静 首先前沿阶段公测版发布, 家园阶段 主网正式发布, 进而大都会阶段经历硬分叉升级, 拜占庭、 军事坦丁堡, 之后的伊斯坦布尔升级, 是进入第四阶段宁静之前的最后一次升级。 宁静之前的三个阶段都处于以太坊1.0阶段, 之前的每一次升级一步步提升了以太坊1.0练的性能, 并为2.0搭好了舞台, 迎接以太坊2.0的粉末登场。 以太坊2.0将分为多个阶段发布, 阶段0、 阶段1、 阶段2。 目前阶段0已经在2020年12月1日上线, 阶段1预计在2021年发布, 阶段2计划在2021或2022年启动, 每个阶段会以不同方式改善以太坊的功能与性能。 如果一切能够按计划顺利进行, 在未来三年内, 以太坊2.0能够完成全部升级。 我们将下期视频中给大家更为详细的介绍以太坊2.0各个阶段的详细内容。 第八章, 什么是EA企业以太坊联盟? 2017年2月28日, EP代表着石油、 天然气行业、 金融行业和软件开发公司的全球性企业正式推出企业以太坊联盟, 致力于将以太坊开发成企业级区块链。 这些企业包括英国石油巨头BP, 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实力集团, 摩根大通, 微软, 印度IT咨询公司, VPro等30多家不同的公司。 这个联盟符合开源理念, 同时也让大型公司和小型初创公司在投资技术的时候有更强的责任感。 这个联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它的目标是为以太坊创建一系列关于最佳实践、 安全性、 隐私权、 扩容性和互操作性的标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我们的以太坊2.0专题节目即将上线, 大家别忘了回来收看。 在等待芯片上架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频道主页, 收看更多免费的投资理财、财商成长干货内容。